2 1 大声一点 耶 敲赏第一锣 市长谢果良亲自敲锣 由市府和体育会共同举办的 基隆市运动爱台湾活动 首场的健走在暖暖区登场 共吸引超过千位民众 扶老兮幼来运动健走 就想带家人一起来健走 参加这个活动 然后就可以到处走 可以走走 有一身体健康 活动现场贵宾云集 包括体育会理事长郑锦舟 议长秘书杨文和 暖暖区市议员李敏勋和陈冠宇 及暖暖区长陈如东都到场参加 市长谢果良鼓励民众多运动 也表示将陆续恢复体育班的开设 让喜欢运动的孩子都能适性发展 第一场的健走活动 就在我们暖暖区好山好水的地方举行 这里市长一向都长期推动体育不遗余力 而我也跟大家报告好消息 就是未来我们基隆将陆续恢复办理体育班的开设 不会仅限于一定要足够的学生才办 因为因应少子化的政策 所以未来我们会让孩子有体育班的环境 大人有好的运动环境 这样大家才可以健健康康享受好的生活 我们基隆市唯一各县市唯一每一场办 就有办身心张画包括我们这些自闭症 而且我们的这个蛮人好朋友 大家出来见着 而且我们都有志工一系列来陪伴他们走 每一场都有 表示我们市长对我们弱势团体的照顾要务 所以我们要给市场加油一下 谢谢 当然很高兴今天这个健走活动 是希望我们所有的乡亲里民出来运动 有走就有动 有动就活得快乐 再来我们下个礼拜 有中餐季在协会电场第二场 然后在3月30号 第三场是在我们的幸运期 从成功国中走到 我们的228纪念碑海门县 那边是第三场 2 1 出发 自然加油 加油 超过千位的民众来参加剑走 过程中许多民众也当面跟市长谢果良来加油打气 因为为了守护东岸产权 谢果良因此面临罢免的风波 台上台下不断高喊加油替市长鼓励打气 议员李敏勋也在团体合照时为市长加油 我们请谢市长 我们庭力 好 市长 加油 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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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加油 来 市长 大家加油 来 谢市长 加油 加油 这场暖暖区健走活动天公作美 来自各地的民众扶老稀幼 踏着轻快的脚步 享受沿途风景 也感受到多运动让身体更健康 记者陈淑平 基隆报道